这个老板强迫女生买下自己店里的衣服 只因衣服一旦被女生试穿过 就会成为卖不出去的滞销品 事严29岁在补习机构担任科学老师 昨天他打算给自己添置一件T恤 在11夫前他明确向店长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一主环顾四周给他找了一件尺码最大且富有韩性的衣服 没想到这件对别人来说偏大的衣服 却让誓言陷入尴尬境地 等到誓言好不容易将脑袋挤进衣服 旁边店主的表情已经变得凝重 爱童衣服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看着已经被试变型的衣服 老板委婉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至于誓言半点没有辩解 非常熟练的接话表示自己会买单 而这样的场面誓言已经经历过无数次 正常人看电影就只是看电影 誓言看电影提心吊胆 生怕影响其他人 是的你没看错 誓言一个脑袋就能挡住半个屏幕 左小誓言的脑袋就要比同龄人大 小朋友们一起合影 誓言更像是披上去的 整体看起来十分违和 起初誓言并没有单回事 他以为是自己太胖了 于是卯足了净减肥 然而在成功瘦身30公斤后 誓言却听到了这样的评价 直到这时候誓言才意识到 自己的脸是真的很大 韩国女性平均脸长22.2厘米 脸宽15.9厘米 誓言全部超标 她的脸长达到25厘米 脸宽19厘米 视觉上是别人的两倍还要大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是也买了大量的围巾和帽子 试图遮丑 但效果并不大 甚至连她的学生都会故意嘲笑 她脸大 誓言不是没想过通过科技的力量 改善自己的处境 但医生却告诉她 同围的大小是没办法改变的 哎 希望誓言能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毕竟心态好比什么都重要 就因为遗传了亲妈的长相 这个韩国女孩日常忍受着爸爸的拳头 女孩名叫志贤 21岁 是一名大学生 和爸爸后妈生活在一起 这天在外工作回家的爸爸看到 坐在客厅的志贤 瞬间就来火了 言语羞辱是基本操作动手打人也是常有的事 为了让志贤少挨电打击 母将她拉至房间 不依不饶的父亲去紧随之后 是的你没看错 父亲对志贤的长相极度厌恶 志贤就算了年父母离婚 母亲是过错方 又因为志贤完全遗传了母亲的长相 父亲便将这份厌恶转移到了他身上 殊不知比起父亲之前自己更加讨厌之父长相 志贤遗传了母亲的方形脸爆牙齿 导致他性格愈发自卑 不敢跟人对视 关键是这样的相貌不仅影响美观 还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 为了改变自己的窘境 志贤鼓起勇气着上节目组进行改变 医生团队制定了一套全面的调整方案 经过长达100天的恢复期 志贤成功完成大变身 让尽多识广的嘉宾们都惊艳到了 虽然不知道志贤父亲会不会因此改变态度 但至少志贤在学校的处境会好很多吧 这个因声欲联瓦导致胸部消失的宝妈 向自己丈夫提出了一个离谱建议 视频中大胆开麦的女人是一个生育了俩娃的宝妈 生完孩子后宝妈的胸部憋平了不少 从外形上来看和后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为了让自己在外人面前看起来自信一点 宝妈通常都会垫三到五个海绵 只不过装备在齐全也总有梦陷的时候 某次宝妈带着孩子争丧拿 后者看着和自己妈妈外观不一样的阿姨们 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也是从那以后宝妈变得越发自卑 哪怕大热天冲凉 也一定会将自己过得隐隐实实的再出现 因为胸部消失带来的缺陷 宝妈和丈夫的感情也受到极大影响 不过倒不是宝妈被丈夫嫌弃 而是她选择了主动远离丈夫 打算维持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 对此丈夫非常不理解 因为她从不觉得胸部消失是妻子的问题 那和宝妈早已陷入怪圈 不管丈夫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 甚至拒绝和丈夫有任何亲近行为 看到这儿我算是知道 韩国男人地位为什么这么高了 都是被惯的 好在这个丈夫是个三观正确的好男人 否则指不定怎么利用宝妈的羞耻心理在外乱来 哎 宝妈们遇到这种事 千万不要陷入焦虑情绪 更不要将责任归咎于自己 这不是你们的错啊